音樂 現在我們就是在學校主廠 看到一條很長的走廊 這條走廊有不同的課室 這裏一路旁邊都是課室 很多不同的課室 整個走廊都有學生的不同貼堂 有他們的畫作 有些是他們讀不同語言 剛才見到有中文班的同學 有些他們的作品 有學中國舞 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都會在這裏貼堂 我們現在出來 回到Siepland House的外面 其實 Rome Masonic School 整個起法是半圓形的 這些是1930年代建的一些建築 最初全部的建築都是Bording House 但慢慢 現在只剩下三個Bording House 其實縮位是很充足的 因為這裏總共有1000學生 但只不過只有100個Border 而有三個Bording House 只居住三十多個小朋友 所以他們的私人空間都會很足夠 而且那些學生如果住在Bording House 其實是學校的中心點 所以他們去學校不同的地方都會很方便 現在我們在Siepland House 這裏是Siepland House 他們慢慢走過來 就會去到後面這裏是Library Library是開到晚上的時間 都會有staff在 所以如果他們想溫書 不想只留在房間 都可以去到這裏很美的Library溫書 現在我們這裏就是學校的外圍 這裏就是學校的preprep 剛才跟大家說過會收男生和女生的幼稚園 在幼稚園這裏後面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不同的Bording House 之後這邊就會是網球場 這個網球場應該會有四個網球場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那些網球場也可以做Nap Board場 那些學生通常在暑假就會出來打球 那樣 這裏就是在這裏 這個網球場的室外空間 超級大 可以說是無盡這麼大的綠草草的草地 都是會繼續見到的 比如這裏我身後這裏 剛剛學校跟我說 就說學生會來這裡跑一些越野跑 其實下面會有不同的將來物給他們去玩 另外下面這裡會離遠見到一個小屋 那小屋其實他們會用這個地方做一個Open Theater 學生會來這裡做一些表演 其他學生做觀眾就可以下來這裡看 可以在房間裏做一些Gathering 這裡的室外空間非常充足 因為地方夠大 所以可以用盡所有不同的空間 而且學生來到學校後花園 可以說是 已經會有一個很平靜的環境 讓他們去安靜一下 所以很適合讀書 讀到很大壓力的話 出來這裡坐一下 已經可以平靜自己的心境 現在進來這裡就是學校的主禮堂 這個主禮堂非常之大 應該可以坐到幾百人 這個主禮堂 因為學校有一千人 所以可以坐到一半的學生以上 最值得一提的是 後面這些玻璃 這些玻璃呢 因為Romasoni School 現在這個在Rickmansworth 這個地圖不是他們原先的地圖 這個地圖是1930年代才搬來的 他們原先的地圖是在中央倫敦的 他們把最原本的地圖的玻璃的元素 拿回來新地圖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歷史價值的玻璃 這些設計 因為這間學校本身 最原本的建立年份是17多年 所以這些玻璃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了 現在我們來到這裡就是學校的禮堂 這個禮堂是非常漂亮的 它的圓拱頂的雲尼做得很漂亮 不像是一個普通的教堂 感覺是很有設計風格的一個教堂 也看到牆上有很多不同的壁畫 跟一般的教堂很不同 還有學校說這裡的玻璃也是從原校舍搬過來的 現在在我身後這一個就是學校的PREP THROUGH 即是他們的小學 現在就會看到他們有一個獨立建築 一定是給小學的 但是他們其實如果要升到中學的時候 中學只是在後面而已 所以非常之近 但是這一邊小學的空間其實都是很大的 他們都是會有自己的設施 還有他們的學生都可以有自己的地方去玩 現在看到他們就在後面的草地那邊在玩 現在這裡就是dining hall 我們剛才進去很快看一看 現在同學有什麼東西吃 剛好現在是1點鐘 所以所有的同學都會進來dining hall吃飯 但是dining hall現在就因為裝修著 所以就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未裝修之前可能給大家看一些圖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dining hall 剛才看到食物種類不算很豐富 但是他們的好處就是 會有一些一匹匹包好的sandwich 如果同學時間趕 他們都可以馬上過來拿一個sandwich吃 都可以解決到充足機 但是如果普通其他食物 它是沙律 熱的食物 意粉 或者是garlic bread 剛才看到 然後是焗薯 還有也會有些dessert 例如有brownies 還有啫喱 都算齊全的 但種類就不算很豐富 完成了看完整間Royal Masonic School 我跟大家說一下我對這學校的感受 我覺得這間學校第一件的硬件設施是非常之好 它是一間來了這個校子 也有六七十年的學校 但是它的設施是非常之新的 只是這個reception 也是新起的reception 另外剛才看到譬如那些sands building 又或者是gym 啊 sport center 全部都是一些翻新過全新起的設施 但是它會跟其他的舊有設施融入 而且那個建築風格是非常之美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那些尿陷的drone的鏡頭 就會看到很美的一個校園的設計 而且這裡的空間是非常之充足 只是外面的草地球場都有六七個 還有外圍有不同的哥爾夫球場 有不同的草地設施 還有一些野外給學生可以在這裡做camping的設施 所以學生可以在校園裡面就已經找到他們要做的活動的設施 一影俱全 而且會有一個室內的游泳池 那麼教學方面呢 剛才學校跟我們說他們science的方面是會比較強的 尤其是是computer science 因為學校提出了一個很特別的point 就是說因為全女校就不會有一個好像男女校的效應 就是女生覺得讀電腦就是男生的專利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裡的女生就不會抗拒去選擇電腦 而間接使這裡的女生亦都是在電腦上表現得比較好 還有因為我們是有女生曾經考入了Cambridge的computer science 所以可以看到學校會因為他們是single-stats的學校 就有這個特別的好處 雖然Royal Masonic School是Rixmansworth 但是我們依然身處在倫敦裡面 限制到入去校園裡面 但是完全是不覺得自己身處於倫敦 它那個countryside的感覺是非常強的 因為學校真的很大 很多的草地 很多綠化的空間 而且整個感覺就真的好像 讀一間很傳統的boarding school 有很多很inclusive的整間學校的感覺 但是出倫敦就只需要30分鐘車程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近載止尺 而且學校就說因為他們這個距離和倫敦距離的關係 所以其實可以造就到year12的學生 是他們會出去譬如imperial UCL的大學去試堂 因為只在倫敦的學校才可以有這個優惠 可以隨時 即是星期六日又或者是平日夜晚 那year12的學生 他們都可以自己group一群人去試堂 而且因為學校的location的關係 所以如果BNO的家長來到 想找一間私立女校給學生 又想住在倫敦範圍內 其實這間學校就非常適合 他們不只可以讓day student來讀 還可以讓flexi border或weekly border來讀 即是如果一個星期你只想子女在這裏做border 一至兩天都可以這樣選擇 因為可能你自己個人有些工作在身 未必可以完全照顧子女 但你又不想她做全球border 那就可以選擇flexi border 可以只留宿一兩天或三四天都可以選擇 總括來說我覺得Romasonry這間學校 是非常好的一間 即是初步的感覺 逛了一天 我覺得是一間非常好的私立女校 它的建築不用說 非常漂亮 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的賣點 就是他們國際新的Ratio很低 他們只有6%國際新的Ratio 但是全學校有1000學生 只有60個國際新的學生 而且國際新的學生還有很多不同的國籍 例如不止香港 不止內地的學生 還有西班牙 俄羅斯 德國 美國 澳洲都有 就會是一個文化的大集會 學生就不會來到 只會把自己國籍的同學 他們會認識很多不同的國籍朋友 還有很多地區的同學 這樣就可以令他們更快融入英國的生活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看學校看區片 就記得留言 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之後會去更多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學校 去參觀拍攝影片給大家看 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